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依旧可以获得很多人的喜爱 谭桑运就属于这样的艺人 她的路人缘可是特别的好 谭桑运有着一张非常可爱的娃娃脸 她的婴儿肥真的是特别可爱 这也是为啥谭桑运30岁还能出演高中生的原因 说实话这样一张可爱的娃娃脸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是非常羡慕的吧 而且别看谭桑运虽然脸蛋圆圆的 但是她的五官可是非常精致 在生活上更是十分的小巧 现在已经30岁的谭桑运在事业上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了 她去年的锦衣之下和以家人之名 可就是有着超高的人气 而就在最近谭桑运又出席了不少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中 她穿着吊带的黑色夏礼服裙子 看起来特别的精致小巧 其实这样的裙子也是非常考验身材 毕竟锁骨和腿部都露出来了 不过谭桑运出乎意料的在各方面都驾驭住了 这种礼服的风格她确实是驾驭的很好 除此之外 谭桑运的腿也是非常的好看 又细又直 谭桑运的腿还是很标准的 又细又长 而且骨又均匀 不是那种特别干瘦的筷子腿 会让人觉得谭桑运只个人都特别的健康 和她本来肉肉的脸蛋也是非常相符合 没想到看起来身材一般的谭桑运 在身材上会如此的不错 除此之外 谭桑运这次还和德奈女团同款 德奈可以说是现在最火的女团了 而且每个人的人气也特别的高 作为当红女团 德奈肯定要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的 因此这次谭桑运和德奈的成员们就罕见的同款了哦 不得不说 女团和演员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女团成员们的风格和打扮都是比较大胆 和时尚的 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礼服 每个人的风格也都是特别的有特色 不过德奈女团唯一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她们的腿都非常的细长 这次除了两位走中性风格的成员 其他人穿的都是短裤 因此大长腿也是一览无一 我们都知道女团的身材观里都是特别的严格 一般人还真的无法忍受呢 德奈女团每个人的身材都是细长体型的 而腿部也是又细又长又直 而且还特别的白嫩 其一双大长腿站一起的时候 还真的是有种乱花剑语迷人眼的感觉 特别是许家去穿的不是凉鞋 于是整条腿都展现出来 不得不说这比例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而且要知道 当这个活动进行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什么美颜预警的 大家都是最真实的模样 而本以为谭颂云身杂一般 当她和德奈同框时 却发现谭颂云其实也是不输的 首先谭颂云的身高是比他们要矮一些 而且整个人又很小巧 所以只有德奈的安琪是和她比较相似的 但腿长上肯定是不能硬比的 但在腿部的间隙 还有其他各方面来看 就会觉得谭颂云的腿其实也挺好看的 但和德奈中安琪的腿其实是差不多 当然谭颂云整个腿部的体态 没有安琪那么好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她又不是女团成员 她要研究的是演技而不是身材 能有这样的身材和腿 演技很好看啦